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市场 昨天股市澳洲是再一次成功的出现了上涨 而且昨天在收盘的时候 澳洲股市达到了2017年过去三个月以来的最高价 这也是澳洲股市在欧美股市连创历史新高之后 终于卖出了它前进的第一步 在目前美国股市和英国股市已经分别达到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最高价 而澳洲股市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没有回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 所以说在昨天澳洲股市终于创出了过去一年来的新高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股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上征指数基本上还是面临着一天上涨一天下跌这样的来回 上海和深圳分别在昨天是再一次下跌大约是0.3%至0.4%左右 上海始终围绕在3250点上下30点附近 深圳也是一样 基本上就上不去现在的11000点大关 欧美股市昨天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欧洲三个国家英法德涨幅均在0.4%左右 而美国股市三个指数里面也有两个出现了轻微的上涨 只有道琼斯指数是有轻微的下跌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目前继续维持在1250以上 而石油价格在昨天我们推荐产品里面说到石油价格是超过了一小时走势图 昨天晚上也成功的上涨了2.8% 达到了49块五毛钱 那么再另外的话 澳洲时间我们今天晚上在11点30分的时候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季度GDP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美元以及美国股市来说 在11点半中国时间8点半的时候会有重大消息 那么今天这个关键性的热门话题 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英国的脱欧那点事 我们知道前几周市场的焦点都在于美国加息 现在加息的事件已经过去了 又轮到英国出来 轮到他们的台系了 就是英国的退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英国退欧那点破事 大家都知道英国是在去年的年终的时候投票 决定退出欧盟 从去年年终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大半年了 英国已经默默唧唧拖了这么久 到昨天为止正式的才向欧盟提交了他们的正式的退欧的申请函 那在过去的半年或者大半年中 英国一直是先是法院拖拖拉拉 之后是下一院和上一院拖拖拉拉 但最终到昨天为止终于迈出了这实质性的第一步 那这迈出了第一步之后 是不是就意味着英国马上就会离开欧盟呢 当然不可能了 我们从欧洲人工作的态度上就不妨可以知道 他们的做事的拖拉程度有多厉害 那从现在开始 应该说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英国都不会退出欧盟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根据现在定下的协议 从今天开始到之后的18个月之内 英国都会和欧盟进行谈判 谈的什么呢 谈的就是呢 以后离开欧盟之后 是否能够享受到关税啊 金融啊 贸易啊 民用啊 等等各方面 现在所享受的那些福利 那这些条款的细到千条万条 一条条扯下来的话呢 不知道要花多少长时间 欧洲人自己也知道 他们的效率很低下 所以呢 他们也给自己设了个底线 就是呢 24个月 也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算 到两年之后 2019年的3月30号 如果还谈不拢的话 那英国到时候 就将会啊 所现在所享受的那些所有的条款 到这个2019年3月29号 3月29号2310号 就会全部作废 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呢 很有可能是不太会发生的 但不论怎么说 英国退欧这件事的话呢 从2016年投票 到他们最后离开 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那其实呢 在这三年之中 英国还照样享受着 现在呢 欧盟给予它的优惠条件 但是我们从英镑的角度来看 英镑的表现 似乎和它现在欧盟所享受的 这个英国所享受的条件 是千差万别 我们都知道英国要退欧 的确 英国退欧以后呢 在经济上来说 对于英国的这个伤害 是会比较大 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英镑的 下跌来看 英镑在去过去12个月里面 下跌幅度最高的 达到了22% 现在依然下跌 达到了19% 这么大的跌幅 是不是呢 也反映出英国的经济 或者英国的国力 也衰退了大约20%呢 那在我们看来 英国的其本身的经济实力 以及其国力呢 并没有因为这次退欧 受到巨大的影响 你说有没有损失 现在呢 现在来看 至少他享受的 还是以前的条件 那么以后三年 两年之后退出之后呢 就算条件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不至于 他的外贸降低28% 他GDP降低28% 这个不太会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 我们就像我们前几天说到的 这个外汇的走势 长期来看是反映出 这个货币国家的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英国的综合国力 从去年到现在 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下跌 超过20%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英镑的下跌 第一要不就是超卖 第二要不呢 就是被投机商严重的打压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觉得过去12个月 英镑已经跌了20% 今年英镑还会再跌20%吗 我个人不敢说 这不可能 但是呢 就我们金融上面而言 它的概率非常之小 那话说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觉得 那你既然说英镑跌了那么多 那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抄底了呢 我的个人感觉 当然是不能抄底 虽然我们知道英镑已经严重的抄跌 但是呢 就像我们之前反复比喻到的 现在的英镑走势呢 就像是一把厨房的刀 从桌子上 桌子上呢 掉到地上 在没有掉到地上 开始反弹之前 或者掉到地上之前 我们在越低的时候去接它 离地面越近 割的就越伤 因此在目前 英镑还没有最终确认反弹之前 我们不应该去抄底 但至少我们心里要有感秤 英国现在呢 英镑下跌了这么多 但是从目前投资者的反应来看 大部分人还在购买英国资产 英国的股票已经冲翻了天 英国的房价也在上涨 所以说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知道 英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 政治稳定 经济也比较稳定 因此即便是脱了欧 但是呢 英国的资产不至于下跌这么多 因此我们心中有感秤之后 以后只要在日线或以上级别 英镑出现了反弹信号 我们可以考虑在中长期看涨英镑 那么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呢 这个是一个产品 这张图是我们昨天使用的图 我们说到了 这个美国的清源油 就是这个德克萨斯清源油 过去呢 30天没有出现过上涨信号 就连一小时的都没出现过 这个是一小时图 在昨天是正式了出现了一个上涨信号 因此在昨天 我们跟大家说到呢 原油是可以考虑进场 那么过去的24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走势如何 这一张是昨天的图 大约价格呢 是在48块7毛钱左右 这一张呢 是刚才10分钟之前 我取下来的图 目前最新价格是49块8毛钱 也就是说 对比昨天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块钱 那么原油价格从现在来看 它是第一次30天以内出现一个上涨信号 我个人觉得呢 目前的上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此呢 如果您在昨天买了今天还没卖的话呢 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你昨天没有买 现在也依然可以考虑 使用少量资金进场 下一个目标 石油价格将很有可能冲击的是 50块5毛至51块附近 千万不要心胸 一定要压在这条红线上 我们一定要呢 留一点余地 在红线的下方就可以考虑收手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产品 跟昨天一样 依然是美国清源油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